运动抗癌的现在 运动抗癌指南来了 谈癌色变 人类最凶险疾病 癌症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越为人的第二号杀手 并大有在未来几年里超过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杀手 为了提高百姓对癌症预防和治疗的认识 中国抗癌协会在1995年倡导发起 把每年的4月15日到21日定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并把每年的4月15日定为全国抗癌日 运动是良药 过去几十年的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证明 运动在预防和治疗癌症中的积极作用 运动在国外也已经作为协同药进入癌症治疗的临床第一线 运动肿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因此诞生和成长 到了2003年 有100多年历史的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觉得有了足够的运动 在预防和治疗癌症中积极作用的科学证据 于是组织专家在对文献的梳理后 发布了第一份营养和运动抗癌指南 为医务人员和癌症生存者提供了癌症治疗中和治疗康复期间 如何做运动干预的指导 该指南建议癌症生存者应当遵循预防癌症的指南 即在日常活动的基础上 每周至少有5天的 每天30分钟的中等 如快走至大强度 如慢跑的运动 即使在进行治疗 如化疗或放疗期间也应如此 详见 HTTPS DOI.ORG-10.3322-CANJCLIN.53.5.268 到了2006年 美国癌症协会对指南做了更新 更强调日常锻炼的重要性 2009年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 Medicine AXM召集了一个癌症和运动领域的 临床和研究专家圆桌会议 旨在研发针对癌症患者和生存者的运动测试和处方 并根据会议结果在2010所推出的指南指出 癌症生存者应进行有氧运动 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大强度运动 力量训练每周两次和柔韧性 只要做有氧或力量训练时训练 指南也对特定癌症的有氧运动和力量练习 做了阐述 详见 DOI 10.1249 MIS 0B 013E 318E 0C 112 2012年 美国癌症协会对其营养和运动指南 做了进一步更新指出 癌症患者和生存者应遵循 AXM专家小组制定的指南 虽然这些指南以及其他研究报告 列举了体育锻炼的众多益处 有研究发现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和生存者能达到指南的要求 主要可能与癌症患者和生存者个体差异比较大 因此需要更个性化的指南 也及运动处方的制定 应考虑癌症患者和幸存者个人的当前健康状况 治疗方法和预期的疾病轨迹详见 https-doi.org-10.3322-casc.21142 继美国以上的运动指南发布之后 很多国家也纷纷推出自己的指南或立场声明 Position Statement 比较有代表性包括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运动指南 很多医疗协会或抗癌团体 也纷纷就如何在临床上落实这些指南 发有指导意见、详见 https-doi.org-10.5694-mja18.00199 运动指南最新进展 2019年在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在上一次发表的《癌症患者和生存者运动指南》 近10年之后 又一次牵头了一个15人的国际专家组 对过去10年中运动 久坐和癌症的预防与治疗的研究 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45后推出了在2019年版的新的XM癌症运动指南 详见DOI 10.1249 每 MIS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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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6 新的指南有以下几个特点 1.肯定了运动在预防和治疗癌症上的积极作用 2018年美国运动指南RND所推荐的运动量 每周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或每周75到150的大强度有氧运动 对7种常见癌症及乳腺癌 结肠癌 子宫内膜癌 胃癌 食道癌 肾癌和膀胱癌都有预防作用 虽然降低某一特定癌症死亡率所需的运动量 还不能完全确定 但运动对提高乳腺癌 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生存率的积极作用 已被证明 一般说 运动越多 生存率越高 过去10年间的科学研究 已经证明了运动对提高免疫功能 和消除因为癌症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的积极作用 二 更强调运动处方的个性化 每个癌症患者所面临的健康问题都不一样 处方因此必须量身定制 才能更好地帮助患者的癌症治疗和防止复发 三 强调有指导和监督的锻炼 即由专业的教练或讲师指导来指导患者的锻炼 因为这样要比无监督的锻炼或患者自己在家里锻炼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四 需要改变过去认为的癌症患者在治疗中 应该避免运动的错误观念 因为运动可以帮助缓解伴随癌症治疗最常见的副作用 并且能够帮助改善癌症患者的健康状况 五 需要改变公众和医护人员 对运动能在防治癌症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认识 例如 今天很多人虽然同意运动对预防和治疗心脏病有好处 但却错误地认为运动对治疗癌症无济于事 这是不对的 六 被证明对防治癌症有效的三种运动是 有氧运动 以有节奏的重复的动作调动身体中的大肌肉群 例如步行 跑步 骑自行车和跳有氧舞蹈 癌症患者应该定期做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每周至少三次 每次持续至少30分钟 抗组运动 力量训练 通过逐步增加运动阻力来使肌肉更加强壮 例如举重 拉弹力带 引体向上和俯卧撑 每周至少锻炼两次 每次至少两组 每组重复8到15次 其重量或负荷阻力应该至少为一个人 能一次举起或完成重量最大值的60% 柔韧性运动 基本上是在拉伸肌肉 以保持肌肉弹性并保持关节自由的运动 例如瑜伽 太极拳 泡沫滚动和伸展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因为缺乏自己的指标体系 和足够地建立在随机分组依据基础上的科学证据 东方身心运动如瑜伽 太极拳等被不正确地划分为 柔韧性运动 急需改进 七 最令人振奋的是新指南包括了针对因癌症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 例如焦虑 忧郁 疲劳 生活质量 身体机能等的专门的运动处方 八 安全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帮助即使在治疗中的癌症患者改变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 因此建议癌症患者们应该告诉自己的医生 我要计划开始锻炼了 并且询问他们根据我自己的健康状况 我应该如何锻炼 另外 在开始锻炼计划之前 最好能全面评估一下自己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 包括耐力 力量 身体成分和柔韧性等 即使找不到医生咨询或者没有条件做体能的评估 也是可以开始运动的 只不过刚开始时应该以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 例如步行或慢速骑自行车 或轻度拉伸 然后慢慢增加强度 另外专家团队还专门就如何在临床 是落实2019 Exam癌症运动指南在美国癌症协会所属的 癌症临床医生杂志 CA Cancer J.C.Lin 上发有专闻根据过去近十年的科学研究成果 美国癌症协会也对其2012年所发布的 癌症饮食和动育房指南做了更新 并于2020年6月9日发布详见 HTTPS DOI.ORG-10.3322-CASC.21591 新的预防指南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个人一生都应该保持健康的体重 如果超重或肥胖 即使减少掉几斤 也可以明显降低一个人患癌症的风险 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 或75到150分钟大强度的体育锻炼 或两者结合30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将会带来更多的健康益处 儿童和青少年每天应至少有一小时中等强度或大强度的体育锻炼 少做更不要躺 包括控制看手机 电脑或电视的时长 久坐是21世纪的抽烟 与运动有关的最大变化是从过去推荐的每周150分钟中高等强度运动升级为每周300分钟 另外指南也对饮食防癌做了更新 更详细的信息可从下链接获得 可以说 第一线美国德高望重的前女大法官Ruze Bader Ginsberg就是一个受益运动干预的癌症病人 她在1999年得了直肠癌后开始运动 得以生存并能同时坚持大法官繁忙的工作20多年 她也和因此和自己的黑人私人教练Briant Johnson接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法官在2020年9月18日去世 享年87岁 Briant在国会山为大法官举行的告别仪式上以三个标准的俯卧称 向大法官表达自己敬意和告别 引得众媒体的广泛报道 至于如何继续开好和用好运动这颗抗癌药 我会在运动抗癌的未来中做详细介绍 以上就是本讲的内容 下一讲是运动抗癌的未来 激励和高科技的突破 敬请期待 本视频的内容有是朱维摩院士提供 他云南高原温泉康阳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 美国运动科学学院院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他的详细介绍在本视频的说明之中 点击目录你就看到说明了 美国中华商报视频制作视频 感谢观看 有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转给朱维摩院士